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想去 人是自由的 但全人类都需要他的时候例外 也许人类现在就需要你 需要你做出一番事业 可能我们两人都不得不做一些卑微的事情 但是只要能让人类生存下来 我们就是出色的工具 其他人利用我们这些工具 来维持人类的生存 就是为了这个 我才能够出手 对不对 不得是不会因为指挥官说了一句 我想现在是攻击的时候了 就往前冲的 现在 敌人的大门在什么方向 下方 自上次战争以后 已经过了八十年 他们的准备时间和我们一样久 我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人员和武器 而且没快 开始行动 这次战争只会作笑一次 就让他更加灿烂一些吧 我很害怕 但我会和你走的 渔国奖 星云奖 科幻小说史上的双冠之作 安德的游戏有声书 现已在集合网 及集合APP独家上市 请您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最细细的加留pro专题节目 我是42 我是老白 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 大家可能熟悉的嘉宾 在几年之前 我们曾经邀请过一位从事过游戏相关教学的一位老师 来回录过一些节目 可能大家还记得 然后我们今天再次把张老师请回来 各位集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照宫老师 欢迎张老师再回来 可能大家还记得上一期 几年前的那期 我们可能请老师聊了聊 高等大学高等教育中的游戏相关专业都教什么 是的 我们这次再请张老师来 其实就是想跟张老师再聊一聊 可能相对具体一点的游戏理论了 对 有关理论框架与现在的游戏开发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些我们看到的现象 它的本质在哪 好 也谢谢集合的邀请 然后我可能整体的介绍一下 我的现在从事的教师的情况 因为我记得一年半了 一年半已经 快两秒了 那个时候来的时候 我还是在中央美术院任教 然后今年是正式的在中国传媒大学去任教 并且是正面负责游戏设计专业 其实从教育的角度来说 游戏设计专业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目前来说我们国内的游戏行业其实发展的 已经是到了一个品质非常稳定的阶段 所以它其实对于所有的玩家来说 包括玩家以及研发厂商 都进入到了一个对高品质竞争的追求 也就是说可能在当下对于游戏设计理论 对于甚至说可能说大点一词 对于游戏学这个词 现在应该是有需求了 是我们也明显能感觉到 有强烈的需求了 就不用不是说几年前做游戏 咱们已做出来为赢家 但是现在是你得做好 而且还做到全世界都认为你好 这个才算是一个高品质的游戏 既然想做好 说明就是会对方法论对理论开始有需求 所以我多说几句我们传媒大学的情况 现在等于学校是也很重视 游戏设计的理论这一方面 然后传媒大学其实是国内应该说为数不多的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这种真正的游戏设计专业 学科建制比较完善的 它有三个方向 就是一个是目前有三个方向 一个是主要是人文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研发 专门研发 这个研发不是 这个研发是指程序 程序相关 刚才说的人文的有点偏策划 其实人文的里面我们会重点的讲游戏策划 运营管理等等相关的这种内容 也会偏理论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是游戏艺术 所以传媒大学实际上是综合了三个方向的学生 这样的把他们汇聚到一起 而且经常会有这种大通学科的课程 既有很理论化 又有很具体执行的知识 是的 所以也是在教学过程中 总结了一段时间 然后对于游戏理论 有了一定的内容 可能想来集合给大家分享 我太感谢 太好了 荣幸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私下里可以说 我们很感兴趣 但是我们并没有特别懂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我称死了我们 或者说我们作为玩家策 作为这种制作这类内容的主播来说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大量的观点其实是很经验性的 对 很纯经验性的 不够理论化 可能也不够系统 这好就显示照是来 我们也是可能说换个角度 理解一下游戏相关的理论 应该是什么样 好 希望我们分享内容能有用 太期待了 张老师来第一期 我们来聊点什么 今天我想是这样 我想今天聊的比较聚焦一点 就聚焦在一个 我们课程里的一个小点 我可能稍微要介绍一下大的背景 首先在这种学校 目前这种游戏设计专业的课程里面 一个学科的树立的时候 一定要介绍他的概论课 其实比如我们艺术也有艺术概论 很多其他学科也有一个其他学科的这种概述课程 游戏我们也设立了一个概论课 这个概论课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游戏 第二个是为啥 人为啥玩游戏 第三个就是笼统的介绍一下 这个时候还没有详细介绍就是笼统的介绍一下 这个游戏里面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 包括制作环节 行业发展情况 所以游戏概论课是一个大课 是一个每个年 每个刚才我说的每三个 这三个方向里每个方向的学生 都要去学的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理论 一个点叫hard fun 翻译过来可以叫 硬乐趣 硬乐趣 其实我觉得翻译成中文也没问题 越难越有乐趣 也可以这么说 或者说非常具象的乐趣 游戏中特别具体的乐趣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吗 一会随着咱们往下聊 咱可以再看看 hard fun 其实是在游戏概论里边 专门解释人为什么玩游戏的 其中一个小的点 其中一个小点 人可能有很多的欲望 很多需求为什么玩游戏 但hard fun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点 但是为什么说第一期在机会儿分享 我想解释hard fun 因为它有可能 但现在咱们不好说 这个都是各家理论 但有可能hard fun是游戏最本质的动力 所以上来我是想先去解释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电台 包括我们听众朋友 很可能我们也能经历一个 算是游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讨论 其实是一个讨论阶段的东西 也算是 这样我们开始逐一的层层的拨开 去解释hard fun 我们可能先要稍微解释一下游戏的一个简单 梳理一下它的概念 因为这是在整个概论课下的 如果不解释游戏的概念 直接讲hard fun 这个背景不成立 游戏的概念其实怎么讲 游戏在贺易金哈的那本游戏的人这书里 他的第一句话就挺震撼的 就是游戏比文明比人类都要诞生的早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游戏的一个 首先我们应该打破的一个认知 就游戏这个事 它应该是在我们人类诞生语言 诞生文明之前就有的一件事 那么人对于游戏的这种 探讨和研究应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只不过是我们有意识和没意识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去收集 整理学科的一个实验点 所以学科的实验点 开始有学者去探讨它 大概就是在上个世纪 开始有学者比较细统探讨它了 贺易金哈肯定算是其中一个 它算是比较早一批的 当然再往前还有 比如说有些学者可能从柏拉图的 也有 哲学 等等方向 哲学里也有过 但是那些实际上他们在研究的点 还是相对来说是可能是在研究一个文化 研究人类的另一件事 就更形而上一点 顺便提到了游戏对这个东西是有用 有帮助的 所以它顺便提到了 但是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其实就大量的这种针对游戏的学者 专门针对游戏学者的著作论著就出来了 贺易金哈游戏的人肯定是一个 然后在它之后呢 有一个法国的作者 是基于贺易金哈的这个理论 叫Roger Roger Silas好像是 这个它应该是法语的翻译过来的 Roger的作品是 人玩游戏 大家可以去 应该是英文 就是man play and games 这个是基于那个贺易金哈的理论之后 他又叙述了一本关于游戏的书 然后再往近代还有 再有比如说叫那个 Brain Sutton Smith 这个也是一位专门写游戏的 而且他的这本书名呢 他自己的 我是按年代来的 就是贺易金哈是早一点的 中间一点的是这个Roger 再往后面是Sutton Smith Sutton Smith 他的理论呢 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他就他的书名就叫The study of games 就已经很明确了 过渡到研究的层级了 是的 所以这三个人其实是在很早期就提出了游戏相关的研究 但是这里可能听众们都注意一点 就是说在我刚才说这三个人的理论著作诞生的时候 电子游戏是还都没有产生的 就他们讨讨的全都是纯粹的游戏 就是广义的游戏 广义的游戏 还没有讨论到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这种电子游戏 可能那个Sutton Smith的著作诞生的时候 同时期 开始有 有电子游戏 因为我记得电脑应该 个人计算机也是1970年 对 路路续续开始有 是那个时候还是电子游戏早期萌芽的阶段 对 所以这三位对游戏的定义都是比较模糊的 怎么也不能说模糊 就是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些对游戏的边界 比如说贺一基哈提出来 就是说游戏它有一个仿真性 它实际上是在对真实世界的一个仿真 另外就是说人 那个游戏里面一定会涉及到冲突 矛盾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位其实都提了 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游戏一定涉及到一个正规的复杂的 并且是关闭的 闭合的系统 这个是他们都有提到的 都有提到的 所以一会我们可能在介绍的过程中 就把这个理论稍微的主意展开介绍 好的 然后在电子游戏诞生之后 其实有几个也有几个大师 绝对是游戏学界的大师 他们对游戏的定义给出了更加 更加就是已经在有 对在有了电子游戏的这个背景下 他提出了更加有针对性的这种理论 一个是那个Eric Zimmerman 还有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是Chris Crawford Chris Crawford是GEC大会的创始人之一 创始人之一 当然他曾经在那个GDC上发表过一个特别精彩的演讲 就是带有一点表演性质的演讲 已经被评为那个经典制作 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去看 他的Chris Crawford是比较认可游戏的这种艺术形式的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 当然我说这个艺术不是指美术 是指更大美 高维度的艺术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Chris Crawford他的一个著作叫 The Art of Computer Game Design 电子游戏设计技术 对 而且他在早期的时候 其实对那个Computer Game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几个分类 其实我现在回过头 这本书是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的 但回过头去看 其实他那会儿的分类是有很 是有点局限性的 那是时代局限性 时代局限性 就像你那会儿刚看到手机 你可能以为这还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但是你能从他的著作里看到 他非常非常精彩的对于游戏的解读 这个Chris Crawford在游戏的定义里边提出了一个概念 说游戏是 他是非常明确提出来 游戏是一个subside of reality 是真实的一个 我觉得如果翻译过来比较准确 就是说是一个真实的一部分的抽象 真实是一部分的抽象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准确的 非常准确的 然后当然我说的 刚才提的是Chris Crawford的一个专有词汇 就是在所有解释的游戏的理论里 他是唯一提出了subside of reality这个概念的 其他的学者 我们如果把他们都捋下来 就Eric Zimmerman曾经捋一遍 捋过了一遍 他在他自己的著作里捋了一遍 所有这些学者对于定义的重合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都捋了一遍 然后你会发现有几个定义是 就是有几个特征 是游戏必须要具备的 这几个特征就我认为那就可以 至少在当现在 可以把它认为是游戏的准确定义了 就是一个是游戏必须是玩家自愿参与的 就是如果你是被人强迫干净的事 或者是你挺不乐意的事 他就变成工作了 对 那周不叫工作 那叫劳改 对 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个条件 就是所有的人 自愿 必须要自愿 也就是说 volunteer 对 也有其他的学者可能提出来是 被吸引游戏吸引你等等 所以这个可能就牵扯到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hard fun的理由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游戏怎么吸引玩家 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一点 如果你不吸引玩家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你那不是一个游戏 是 然后还有几个 就是游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刚才说的是资源参加是特征 再有一个本质 就大家基本都指向 游戏的最核心的本质 就是游戏是一个系统 系统 是一个system 是个系统 这个系统 它有一系列的特征 就是它可能是formal的 正式正规的 它可能是closed的 闭合 封闭的 闭合的 然后它可能要牵扯到 一两个玩家一块参与 并且这个玩家之间 要有冲突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人参与之后 人的行为会给这个系统 会给游戏的 这个本体带来了一个 不确定的outcome 不确定的产出结果 对 但是这个outcome 并不是指游戏最终的结局 是指你对游戏本体发生了 其实是一个行为反馈 是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反馈这个词 没错 如果说和电影 书籍等等最大的区别 那就是这个 因为你电影 你不管你怎么反馈 你再怎么哭 你再怎么感动 你也是你自己的事 你和电影之间 还没有发生任何的 互动 你没有让电影产生 不同的outcome 所以这是游戏的一个不同 就这几点 其实是所有 专家学者都会指出的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会 牵扯的一些表达方式的不同 或者是一些 比较细分的 有他自己学术背景领域的一个认识 那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有共性 对 没有那么有共性 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作为大家参考 那我就是说回来 就说到我们怎么讨论 为什么在这个语境下讨论哈尔范 哈尔范其实就是刚才说到 这个volunteer最重要的部分 你之所以成为一个游戏 你的这个产品放在这的时候 首先是人必须要自愿的 参与到你这个游戏里 参与到你这个系统里 愿意和它发生关系 它才能成为一个游戏 如果没有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话 可能是任何一个东西 所以对于这个人 为什么愿意参与到游戏里的研究 就更多了 就是他甚至这个里边 还牵扯到一个跨学科 这里牵扯到一个 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个点 就是叫motivation的这个点 就是人做任何一件事的一个动力 一个动能的一个点 这个motivation这个点里 其实是有诸多的理论的 我们可以放到最后的 我要讲的最后的一个理论的时候 再把它重合在一起 那么再回过头来说 就是对于那个 为什么人参与游戏的这个部分 有几个专门的游戏学者 提出了很针对性的 就是不重合的这种理论 一个是四种玩家类型理论 这个是 也是可能是游戏制作行业里 很多人比较熟悉的 他是英国的学者 Richard Bartle的一个 四种玩家类型的理论 这个四种玩家类型的理论 Richard Bartle把玩家分成了四个类型 一个是杀手型 一个是探索型 一个是成就型 一个是社交型 是的 他分这四个类型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基于玩家的兴趣点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 就是原来对人的精神气质 有分类 胆质质 黏液质 这个人 他是第一个MUD的联合开发者之一 所以他对多人联合游戏的过程 敏感性挺高的 敏感到四分类有点属性 对 没错 是这样 他Richard Bartle其实的 四种玩家的论著 是针对MMORPG的MUD的 这类的游戏 所以 他自己在很多领域演讲的时候 分享的时候 反复强调说 我这理论仅是用MUD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应用在别地 但是他拦不住 就是说有大量的这个人 就把他这个领域用在其他所有的游戏里 同时还用在了非游戏领域 就是可能分析其他的时候 也用了这四种玩家理论 就慢慢的就从游戏的领域里边扩展出去了 对 因为他自己在收集这个数据的时候 他西方学者其实在做很多事的时候 不是说我得出一结论就 就盖了就完了 他有数据支撑 实验支撑 所以Raysha Bartle是收集了大量的玩家 行为属性 行为数据 他收集之后 他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他反复强调说 这个东西如果换到其他领域好不好用 他确定不了 盖不负责 他确实不太负责 他后来就给 还把这个理论改成了八种 但后来就是更细化了 又扩展了 扩展了 他把刚才说这四个维度 成了另一个维度 就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 这样一成就变成了八种 但是八种就是听起来 其实就没有四种 这么易理解好用 所以用八种的人其实并不多 还是个四种 大部分人还是用四种 还是翻用的这四种 这四种其实一听 大家就知道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是杀手 其实在很多游戏里都能看到 我来了 我就为了杀死一方的 PVP利息 还有的就是 我们游戏的时候 有典型有 你看比如说魔兽世界这种网友 他就有在里边闲逛的 钓鱼的 探索性 这就属于探索性的 还有成就型 他就喜欢收集 其实理论上 现在这个叫 最近比较火动森 他应该属于成就型和社交型 很刺激这个部分 最后一个是社交型 最后一个是社交型 社交型其实是 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 以这种互动和联系 可能极限的表达 是这种role play服务器 整个服务器的role play 这种规则等等 其实这个理论 可以稍微联系一下 我觉得 在这联系也挺好的 就是联系一下 刚才我说的 motivation的理论 很多学者 对于motivation 是有专门的研究 它并不是说 局限于游戏这个领域 它是局限于 人做各种事的 一个motivation 我们比较 游戏行业里 比较用的就是 马斯洛的 金子塔 马斯洛的需求分层 金子塔体系 然后其实这个里面 就从你最基本的 生存需求 一直到你最后的 自我实现 其实马斯洛的需求 和刚才我们说的 四种玩家理论 某种上也是都能 有匹配的 然后比较完美契合的 是现在西方 更认同的一个 或者是用的更广泛的 研究等等 实验用的更广泛的是 STD理论 叫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 翻译过来 可以叫自我决定论 这个自我决定论理论 把动力分成了三种 这三种其实我觉得 对游戏的关系更大 就是更准确 它一个叫autonomy 就是控制 就是你对自身的这种控制 有点像技能 明白 就是比如说 我控制我自己的 我对我手的灵活性的控制 我越控制 我越有这种欲望 越有成就 想继续控制它 是的 然后或者是我对 我对我 敲击一个东西的 这种节奏感的控制 这叫autonomy 然后还有一个叫competence competence就是竞争 竞争 就是我和你之间 我们要有这种 我比你强 是的 其实你可能小孩身上 是明显能看到这一点的 就他都不需要 争抢后生 对 都不需要 争斗 对 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撑 这个就是肯定 如果你看小孩 有一个小孩在跑 跑得比他快 他天生的就要去追 是 这个是competence 这个人类基础属性 而他第三个呢 叫关联 他解释关联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联 就人社会性的一种 对 就我需要你 你需要亲人 你可能这里就需要很多种 你可能需要亲情 各式各样的 友情 等等 就人的社会化关系的 维系 是 所以self determination 从这个理论 解释了三个维度 其实我是认为 这三个维度 更适用于游戏 就是你可以发现 这三个东西 其实在游戏里比比皆是 不同的游戏重点满足 不一样的 没错 确实特别明 其实是构成了一个基础 或者说 是的 对 所以 其实我在做这些资料收集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想 游戏可能真的是 真的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的研究游戏 就是在研究生活 是 我想想再往下说的话 刚才说到了 self determination 对 OK 再往下说 其实就要提出我们的主角 hard fun了 hard fun这个词 其实是 很多学者都有说过相关的词 比如说MFT有一本书 就是麻省理工有一本书 叫 The Art of the Fillion 就是失败的艺术 这本书是专门讨论游戏里的 失败 是怎么设计的 这书很有意思 那么 失败的艺术这本书 其实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游戏最有趣的一个点 说游戏本身是存在矛盾性的 什么矛盾性 就是每一个我们买到的游戏 每一个我们买到游戏 其实你不是在买快乐 你核心的动能 你核心的买的东西 本质的东西是买了个问题回家 对 你等于花了几百块钱 你买了一个问题回家 然后他说这里矛盾性体现在哪呢 但是你买的时候你是知道 你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的去回避这个问题 对 对 没错 太对了 所以你就比如说你花三百块钱买了这个问题 回家怎么使你快乐呢 就是你努力的去回避这个问题 张老师提出这个论断之后 我瞬间不快乐了 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然后赌了这个不痛快 我主要是就我仔细想想 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 太对了 对 然后我就不快乐了 怎么办 我人麻了 人麻了 一年花大几千 是 干了这个事 您继续 当然就是 这是那个游戏里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矛盾 当然了我们每个人在 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在这个理论里提出来 就是你必须会体验这个失败 体验这个不快乐 否则那个乐趣 有一个曲线 如果你不体验它 你就没有乐趣了 是的 举个例子 现在任何一个游戏制作人 都可以非常轻松的让你一键通关 是的 这个在研发过程中一点都不难 对 你就来了 OK 你不是想通关吗 你通吧 通吧 一键通关 你得把那制作人骂死 对吧 送刀片什么的 你都神破游戏 是 所以这个里边就有一个 我们经常讨论的 原来中国 我们的很多游戏研发过程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在不断的给玩家提供方便 是不是这个地方难住他了 能不能给他 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觉得就更有说服力 就比如说是一键通关的页游 就是你连建立角色和启名 只要你进入这个页面 所有东西都替你完成 没错 但这个东西它本身 它的名义上是游戏 但是它实际上是在玩 或者说是它能够给你带来游玩的乐趣 它的乐趣的驱动力 或者说是来源是哪里 深表赞同 就是很多页游发展到后期 但是页游现在市场越来越小了 就是因为玩家不认同的 对 它有它的历史阶段 那个阶段大家需要它的时候 这个页游的发展到后期 就基本上是像您说的那种 上来之后自动巡路 任务都自动帮您完成了 所有 就是你点几下到30级了 对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它丧失了游戏最根本的快乐 当然它最核心的目标 是等着你碰见其他玩家的时候 你们俩砍一刀 然后你的competence的 都能被激发出来 是这样的 你再去充值 所以这个是夜游的核心问题 它实际上没有乐趣和科研 所以这位学者 他是应该是荷兰的 还是丹麦学者 网上就是写The Art of the Failure 他叫Jule 这个学者 这本书 应该是比较近代的一本书了 他是也提过 和Hard Fun相关的概念 他其实相当于提出了 就是越有难度的游戏 应该是越好玩 越有失败可能性的人 他在成功的时候 越有失败可能性的游戏 他在成功的时候越有意思 没错 越有成就感 其实有很多游戏是这样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年 人间堂好像是出了 马利奥的制作人的版本 对 就是 Mario Maker 我们有一个马利奥制造恶魔 在屋里 小光 Mario Maker 之前我们在线下活动 回去辨识 他马利奥制造 就是地狱挑战里边 最难的关卡 其实马利奥制作人这款游戏 它就有很典型的体现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你可以看 网上有些通关的 最终的人的反应 越南的时候 他可能花了三年通关之后 好多年 他肾上腺素的兴奋感 就全部被迸发出来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 Hardfine的一个很典型的 一个印象 其实在电子游戏之外 也有 给你举一个 我经常给学生举的例子 就是球类运动里 比较难的 因为你玩任何运动 它有一个学习成本 对 这个学习成本 是你开始游戏的一个前提 是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学习成本越短 这个东西好像是我越上手 过程短成本低 是啊 但是比如说 我现在说的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其实不属于一个大众运动 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群铁粉 一直在玩 一直在玩 有人甚至称为高尔夫球叫绿色鸦片 就是一旦玩上 根本停不下来了 停不下来 那高尔夫球 我问过专业的教练 高尔夫球你在打之前 你必须要练多少颗球 你下不了场 高尔夫球打之前 你不能直接上场下玩 是的 你要先在练习场上 先练习你的挥杆技巧 专业的教练说 你最起码要打两万颗球 你可以算一下 两万颗 咱就算工作中 你一个星期打两次 两万颗球 你基本上要花小一年 才能开始这个游戏 所以高尔夫球称为 世界上最难的球的运动 一点都不为过 对 他其实 就是他的开启游戏的前置条件 非常非常非常高 是 而且还不排除 还有金钱的 是的 成本 还排除金钱成本 但更重要的是 就是他 这个咱们可以留到后边 就是说到 第三个认知理论的时候 其实就能提出来 为什么高尔夫球 这么一个高成本的运动 我指的是实践成本 和金钱成本并算上 这么高成本的运动 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这个我们先留一个 留个扣子 高尔夫球其实是一个 就是是一个 我们讨论这个事的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那么往回说 就是说回到 刚才说的 哈范要出场的地方 就是Nicolasaro 是提出了哈范这个词的人 他并不是第一个 其实是这个理论的人 但他非常准确提出了哈范这个词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 毕业 一个学者 毕业之后 他一直从事游戏化相关的工作 给很多公司 企业 设计游戏化流程 对 都设计过这种游戏化流程 他当时提了一个 4 fan 2 key的理论 4种 4种快乐 4种快乐 对 4种快乐 这4种快乐是 一个他提的叫 Easy fan 他提的 其实我提的这几个都是很流行的 就是你一看就 就能用上的 一望即之 对 一望即能用上的理论 一个是Easy fan 简单乐趣 对 简单乐趣 一个是Heart fan 所以他提出Heart fan 其实对 是困难乐趣 对 是对标Easy fan 就是Easy fan 一个叫Heart fan 然后第二 第三个是 第三个叫People fan 人群 这个有点像刚才说的 社交 Relatingness 就是互相之间的联系的人 第四个他提出来的 叫Series fan Series fan 他其实改过 他最早提的不是Series fan 他的最后一版定稿 是Series fan 严肃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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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里面可能比较难解释的 就是Series fan 剩下几个都 还比较好理解 看起来就比较好理解 对 但是可以逐一说一下 就是Easy fan 很有意思 Easy fan实际上 他说的 后来很多学者 对于他Easy fan的评数 就是认为Easy fan 其实不是专属于游戏的 Easy fan 其实在电影 这种小说 各种文艺形式里 其实都有Easy fan 相当于是你对一个事物的好奇 被绑度 对 比如说我现在好奇 我现在想知道这故事结果 这其实就是一非常典型的Easy fan 还有一种 对 还有一种比如说 你想当飞行员 那你现在当不了 爸爸家人说 那给你一套飞行员的行头 你穿上之后 你觉得OK 这是典型的Easy fan 这个Easy 它其实指的应该是 这个过程比较简略 就A到B就实现了 英国逻辑上的一个简单的形式满足 对 它并不是难度上的 并不是指难度上这事简单 他说的Easy fan 我只能是举例说明 他其实也在他Easy fan里 举了很多的例子 就是这个Easy fan其实不局限于游戏 这个Easy fan等于是面向 很多事情都有Easy fan 我知道了 大概意思就是四手五入等于不花钱 就是满足感 是 就是能满足 对 这满足过程不是能复的 对 有点 比如说你买一杯子 这个杯子是白杯子 你可能觉得不好看 这个时候我把它装点成你喜欢的IP形象 我一买特开心 这也是Easy fan 这属于Easy fan 我和科比共看83分 这也Easy fan 这都属于Easy fan 所以Easy fan其实有一点 和故事和视觉和等等 这些游戏本体之外的东西相关的 而且是很简略的过程 就可以强加给 就比较表面化 对 外表的一个东西 可以马上加个游戏的 然后第二个是Heart fan 咱们Heart fan放到最后讲 第三个People fan其实很简单 People fan就是人与人之间 就是互相需要的 这个其实在很多学者 也从其他角度解释了这一点 这个是在游戏里是完全 而且我就想到很好的例子 其实比刚才我想到 Roleplay服务器可能更准确 有很多游戏沉迷于制造 给玩家制造自组织的空间 就像EVE的军事 像魔剑 玩家组织的自我生长 对 包括传奇什么的 当玩家觉得自己 从属于某一个群体的时候 他确实有一种满足感 是的 就很多那种生存类游戏的 服务器的这种鼓励 本质是弱又强食 但是实际上 他最终把玩家推到了一个组织里 这都是类似的 没错 这是属于的 其实你提这个 我想起来 就是赫金哈在他的鼠里 专门提过 对于玩家群体的一个解读 这个可以感兴趣小伙伴在看 因为他和哈佛范 关系不大了 然后People范是好理解 第四个是Series范 稍微难一点 Series范其实 西方学者提出Series Game的时候 其实大家用的 所有和游戏相关的Series 都是这个意思 它指的是 Series指的是 脱离纯粹娱乐性的一个范 这个是比较难解释的 但是这个Series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Series Game 就是我们去年 前年组织工农游戏 这种或者是游戏社会化应用 这些都属于Series范 通过游戏学到一些东西的 或者说游戏本身起到功用 已经超越了你 拿它作为娱乐的目的 没错对这个是更准确 就是它和游戏最原始的 这个纯粹自愿参与的 娱乐的目的 有一些距离了 就是你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出于娱乐性的目的 自愿参与游戏 但在完成游戏的时候 你发现就是最开始的目的 已经特别准确 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特别准确 特别准确 谢谢你给我补充 我终于知道这怎么解释 这个特别准确 并没有并没有 包括刺客信条 有些这种发现之旅 就是在里面 其实不游玩 就是移动观光 但你看到那些古迹的解释 其实是学到 其实是一个知识争议 没错 包括说之前谈过的 就是吹哥的游戏哲学 这些游戏制作者 他们其实最终的目的 都是希望玩家 能够在参与游戏之后 能够获得超越娱乐的 这样一个严肃乐趣 吹哥我们可以放到 讲完所有哈尔范之后 可以把Chris Crawford 刚才我说的 他那个点和吹哥 结合一下 他们俩 我觉得之间是有共通的 接着说 好 就是说最后的 for fun to key的哈尔范 最后哈尔范 哈尔范是他提出来的 一个很准确的名词 但是哈尔范的意思 其实刚才我说 The Art of Fillion的时候 简单提到了 就是哈尔范其实是一种 很矛盾的体现 就是这个东西 是因为游戏难 是因为这个游戏 不断的抗拒我 不断的拒绝我 于是我就不断的去 深入进去玩 然后就获得了一种乐趣 获得了一种乐趣 overcome就是你战胜了 所有他给你提供的障碍 所以这个是哈尔范 这是哈尔范 就是你战胜所有提供给你的障碍 你去得到你最后想要的目标 这个时候你又产生乐趣 你要度过的东西越多 你可能产生的这种快乐属性越大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哈尔范理论 Niko实际上在哈尔范的理论里 没有特别清楚的解释 他只是提了一些例子 他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Niko的老公也是个玩家 他说我的老公 只要但凡他正在玩一款游戏 他说我这游戏太烦了 太难了 我恨他 我再也不想玩他了 他就能一直玩 他就能一直玩 他说知道了 这游戏他能玩完 但是如果他老是说 这也太简单了 完了 聊了 行 他就知道10分钟之后 这游戏他就不玩了 所以他用了这么一个例子 去解释了哈尔范 你比如说 其实有很多游戏是那种 你玩的很惬意 但是突然有个时间点 你关掉这个游戏之后 再也不会打开了 这就是用这个理论来看 就是哈尔范 与之对应的就是什么 只有风暴才能击脚大树 就是那种 麻烦你想死 然后我就 对 我就非得把它磕过 还真是这样 NVU他们做了一款游戏 叫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 我瞎忘了 就刨地 拿个锄头刨地 不断 决地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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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给玩家 给改成了决地求生的 他原名叫什么 对 原名叫 Gapping Over With It 对 和班尼福特一起度 克服 和班尼福特一起克服他 对 这个游戏就是遭心到一定程度的 所以所有人都在磕他 他是典型的 非常典型 哈尔范 高度归纳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除了哈尔范 啥也没有 仔细想想 是的 真是啥 啥也没有 所以说 他可能有一点点 Easy 范 你会觉得有点好笑 其他都没有 是的 但其实在整个游戏流程里边 就哈尔范完全被提纯了 是的 我刚才想到另外一个是 如果用这个解释来看的话 就是知狼 知狼我们的讨论里 我们提到过一个观点 可能还略有争议 就是包括我对知狼最大的赞扬 是他用了一套机制 把玩家影像动作游戏里 之前是最少人能掌握的系统 但是他把这个系统用一套方式 使得所有玩家都要用这个系统 才能打通关 我当时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高明的设计 其实这样一想 包括知狼引起的 要不要有难度分 就是分化 要不要有简单难度的这样的讨论 其实仔细想想 其实知狼就是说 它是一套尽可能的保留 hard fun 乐趣的 是的 这种难度 是的 这种一套设计 没错 其实是这么一奖 好多都可以 好多是 特别是一些 有二次传播 或者传播能力极广的那种 难的游戏 其实都符合这个 符合这个逻辑 我们可以在这再深入一点 就是开篇讲的 hard fun 有可能是游戏的一个 最核心的动力之一 这里可以稍微深入一点 就提到另一个 我也特别喜欢的学者 叫Ruff Coaster 这个学者 其实你也可以叫他 企业家或者制作人 他是网络创世纪的 首席设计 首席设计师 后来他也设计了很多游戏 所以这个人 他实际上应该是 不光是学者 他是有非常成功的时间经验的 是的 然后Ruff Coaster 他在提很多游戏概念的时候 尤其是他在提到 人为什么玩游戏的时候 他引用了很多认知理论 这个认知理论 其实是比较近代的一门 就是学科了 就是他是基于 就是他有点像什么呢 把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 这个方式方法 用信息处理的方式 描述出来 给呈现出来 所以他其实是把很多原来的哲学 这种学科给科学化了 有一点这个概念 就比如说他提到了几个 他说人类在接触任何信息的时候 都有一个感知器 都有一个存储器 然后都有一个生成器 就是这个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 我可能用眼睛 用耳朵在收集信息 然后我的大脑可能有一个短暂记忆 或者是长久记忆 储存了 储存了 然后最后我在加工之后 返还给世界 所以认知理论是很科学的去解释 我们平时的很多这种感受等等 其实我现在回头想 认知理论是可以非常清晰的解释 我们在学艺术的时候的一个现象 当时学艺术的时候 我们那个老师提 就说什么是感受 什么是人的感受 他提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说住在你上铺的兄弟 你天天和他朝夕相处 然后你也不用特意记 他长什么样 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有一天 在有一个强光射向你 有一个强光射向你 远远的有一个人影 很小 内光走来 强光射得你眼睛都睁不开 但是你就睁开扫那么一眼 你就知道 上铺的老王 你就知道了 他说这个时候 这个就要感受 但其实你拿到认知理论来解释 就是在那一瞬间 你所有的信息处理就完成了 都完成了 一瞬间完成了信息处理 所以认知理论 其实是把你所谓的 人的一些比较 以前比较难理解的方式 用计算机信息处理的方式 给解释出来了 那么他怎么解释游戏呢 就是认知理论里有几个领域 就比如说到你的感知 说到你各个分类的时候 学科分类的时候 包括语言 认知理论也解释了语言等等 这些内容 他解释了一个人类问题解决能力 他在里边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类 就是人类的问题解决能力 就是人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就当一个问题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怎么解决它 其实这事说起来有点悬了 但是你细想 你是怎么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就知道 这个手机把这线压了 我把它拿开了 有可能这个 写号就好了 这是你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可能要追溯很久去研究这事 我们也不是这专业的 但是我们直接说到的结果 就是认知理论 说人类的大脑 把所有你得到的信息都符号化 模块化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抽象化了 语言其实是典型的 这种模块化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我们知道 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水 我们把它归类 用一个声音和它的颜色 其实是 它把这个概念和物质之间 产生一个具体的关联 是 这样的话 你模块化之后 你就可以 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类的 信息传递速度 沟通速度这么高 就和模块化有关系 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现在说的游戏是 说的水是什么 所以我说到一个水怎么怎么着的时候 大家都明白我在讲上 我不用再去解释 这个物质的性状是什么样 对 否则我们就要像今天解释游戏一样 在解释影响水是什么 就正是因为这种高度封筹和概念 保证了沟通效率的提升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 刚才说到哪来着 就说到模块化解决问题 模块化解决问题 所以认真理论 就是这个rough coaster 把游戏的处理方法 就是为什么诞生游戏这件事 人为什么玩游戏这件事 高度的总结为 它和解决问题是一致的 一脉相承 一脉相承 而且确实 认知理论里边 对人类解决问题 提出了几个要求 也是要有 你要有明确的问题描述 就是你得先 它是什么 是个啥问题 问题到底咋回事 先要有问题描述 第二个就是要有操作方法 第三个可能是要有解决方法 有点像把大象 装进冰箱 放进冰箱 问题部 但是这个和解释游戏 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比如说问题是什么 其实就是游戏规则 玩什么 其实就是游戏规则 你的操作其实就是人的行为参与 所以Ruff Coaster认为 人玩游戏 之所以在玩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他在解决 他要遇到的问题 他在解决的问题 就是由于生物的高度发展 我没解决一个问题 我都会产生快感 产生一种快乐 对 就快乐 是 张老师刚才讲的 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 一个系统过程 其实我想到了 另外一个 也不能说是领域 就是说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凭借经验 来解决这个游戏里的问题 一个特别典型 就是游戏的各种 就是类型定义的like 比如说rogue like doom like 魂 like 对 就我们面对这种类型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所有的表现形式 题材 文化 那种结构 故事发展 完全都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like的 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是因为他们给给予玩家 或者说是在制作的时候 形成的这样一个问题结构的系统 是一致的 真的您提着问题特好 就为什么说认知理论和 刚才我说的这游戏很相似 认知理论也把刚才您说的解决问题 给分类了 然后被解决问题的分类 其实也可以和游戏的分类比较高度重合 就是几种不同的类型的问题 比如说很简单的 就是电子游戏其实大部分解决的问题 尤其是早期的电子游戏 都是解决手脑配合的问题 解决手残的问题 对 是的 尤其是hard find的这种 你其实就是在解决手脑配合的问题 菜式原罪 这话不是白来的是吧 本质是观点 行 还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是解决人际关系的处理的问题 对 这个也是 你比如Chris Croft 我认为为什么说他是大师 他在八几年的时候做了一款游戏 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应该是这游戏做完了并不是很快 他那会就认为游戏 就是要把世界抽象出来 所有他当时认为 他有那款游戏是叫Gossip Gossip就是流言飞 八卦 对八卦 就是他的 他当时这个游戏 就是你不用干任何事 你就是开始游戏 你就打电话 你给八个其他女孩打电话 你就听他们说什么 他跟你说抱怨那人好 那人有什么优点缺点 你的唯一目的 就是去听完这些信息之后 去解决游戏给你提出来的目标 其实这个和现在咱们说的 包括很多 就是比如说Her Story Her Story 对 他把一大堆信息扔给你 然后告诉你 你要干这事 你去处理 和那很像 这个是Chris Crawford 在八几年的时候就提出来 他自己到现在 也对他这个设计非常自信 我觉得是有理由的 但是他没有做成功 可能是理论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现有技术还不支持 没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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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种原因 反正他一直没做出来 所以您刚才说问题 就是游戏有很多类别 这些类别 其实是因为它规则系统 趋于让你解决同一类问题 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类别 所以这个是游戏分类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 是个基础 所以我不知道 有没有解决 其实我明白 其实就总体来讲的话 为什么 就打比方说 我们讲消费级游戏 枪车球 枪车球的本质 我们为什么把它分类为枪车球 其实他们就不管游戏形式 有多变化 讲的故事有多不一样 它的目标都是解决同一类问题 对 枪车球也是 也可以追溯到 您说枪车球可以追溯到 人的有几个基本的动能 对 就是为什么 这里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为什么说 刚才咱们已经讲完 就游戏核心的 它的动能是解决问题 其他的动能 都不是游戏核心动能 比如说有 社会议者对游戏的批评 说游戏有杀戮 暴力 但是其实 violence 暴力 枪车球等等这一些 都是所有媒介共同的属性 是 它不是游戏唯一属性 是 游戏唯一的属性 反倒是一个很正向的属性 是你玩游戏 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对 然后你其他的电影 等等都具备暴力属性 对 都具备同样的 都具备满足 对 实行暴力的快乐 没错 就是人类的其他欲望 其实不是在 所有文艺媒介都可以 文艺媒介都可以解决 但是游戏解决的核心点 是我认为 我认为是hard fan 就是它是你去解决问题 而达到的快乐 是这样 张老师您说的这个类型 有一个很集中表现的分类 就是有一家游戏 有一家游戏公司 擅长做这种程序员类游戏 它的游戏从来 主要的那形式 就是以一个基础规则 解决一个事 这个游戏 这个公司做过 比如说包括太空化学 等等一些游戏 机械炼金 对 以炼金术为主题的游戏 它的核心就是 每一关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你要通过 它介绍给你的规则 实际上是一套 编程的思维方式 把它做完 解决掉 很多人震惊于 这个过程是如此的快的 确实如此 就像 其实就像您最开始的时候 提到高尔夫球 这个东西 就是他的 这家公司 他本身的就游戏 学习成本 和时间成本 非常之高 非常高 但是如果说 你能够用相当的成本 去完成这个学习的过程 那太快乐 太快乐 那过于快乐 对 这还是说回这个高尔夫球 就是为什么 大家都喜欢 会极其的上瘾 玩高尔夫球 就是在你自己解决 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这个也是所有理论 都趋于一致的 就是在你解决 哈尔范理论的过程中 玩家居于获得一个技能的提升 或者是本身的一个 某个不足的点的提升 所以这个提升 是你核心快乐的源泉 就像人类简史里写的 为什么人一吃甜的就快乐 就是是因为你知道 甜的营养成分高 热量高 所以你吃完它之后 你可以更长时间不饿 所以就是造成了一种反应 就是你一吃甜的 你这好东西 我就快乐 所以你每学一个技能 没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快乐 你就快乐 确实 我又快乐起来了 确实如此 我还是得买游戏 我又快乐起来了 确实如此 其实刚才已经解决了 哈尔范的源泉了 就是它动力源泉是哪 但是在这里边有一个 非常和游戏理论 游戏制作息息相关的 就是内在动力 外在动力 其实内在动力 外在动力 我们先把它定义拆开 什么是内在动力 内在动力就是说 你不需要任何的奖励 外在奖励 不需要任何 比如说我给你五块钱 或者给你一个小红花 不需要任何这种奖励的情况下 你就愿意去干这件事 这就是你发自内心的 去喜欢这件事 用爱发电 对 外在动力是指 我跟你说 你能不能干这事 其实你不太愿意 但我给了你奖励 你能接受的奖励 我本来想当面斥责他 但是他等太多了 其实拿工资做事 这个里边就很典型 就比如说 你如果热爱这个工作 其实就是你内在动力 和外在动力兼得了 但是如果你不太热爱 这个工作 那就是外在动力为主 对 在启动这件事 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 其实都是这种 内在和外在 两种动力的一个平衡的结果 平衡 没错 如果说是只有内在动力 你会饿死 如果只有外在动力 你会烦死 是 这个内在动力 和外在动力 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我把这两个概念 解释清楚了之后 我把这个实验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实验 是刚才我说的 其实有很多了 就比较早的是 刚才我说 self determination的理论 我们的一个撰写者 他做的这个实验 他在最核心的时候 他在最核心的动力里 把它分成内在外在之后 他做了一个实验 他得出来的结果 是外在动力 有可能 抱歉 外在动力 有可能某种程度上 给内在动力 形成了减 debuff作用 削弱 内在动力的 对 我跟你说 这是有理论验证的 而且是有实验验证 我这太牛逼了 你说 他做了一个实验 他把这些所有的人 凑到一起 大学生 学心理学大学生 凑到一起之后 给他们一个 类似于魔方的 一个小玩具 应该可以理解为 puzzle 其实也是典型的 你可以把它叫游戏 puzzle game 放在那之后 告诉大家 所有人 这个魔方是要玩的 所有人的任务 是要玩的魔方 那么怎么测 他在 所有人在玩魔方的过程中 他有其中有八分钟 应该是有老师看着你的 就是告诉你玩魔方 这是任务 但是如果是个任务的话 就是不好测 内在动力 外在动力 但是他拿了一个理论 就有八分钟的情况 世界老师会出现 老师会说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 我走了 我先走了 这八分钟 他看看这八分钟 在老师离开情况下 有多少人玩内魔方 玩了多少时间 来得出结论 到底内在动力 和外在动力 是什么关系 他分成两组 一组就是玩三次 就每次是一小时 每次每个小时 里都有八分钟离开 第一组 什么都不告诉你 你就玩 你就正常玩 你就玩完 告诉你这一任务 玩完就完了 任务还是要告诉 对任务告诉 但是这八分钟 是自由时间 这八分钟是老师出去了 所以他就是 只测这八分钟的 所以第一组 是没有任何的反馈 没有任何奖励 第二组 他是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第二组不是有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在告诉你 说如果你能解开这个谜 给你奖励 我一$ 然后没解开一个 他那个谜是等于是一堆 你可以解开很多 越解 算你一个成绩 你等于告诉你 解开一个给你一$ 解开一个给你一$ 挣钱的 第二组的时候 告诉他这个了 所以这个实验结果是什么 实验过程是这样 实验结果就是说 第一组是逐步攀升的 就是到第一组的八分钟 是逐步攀升 就解开的人 就主动去解的人越来越多 主动解的人越来越多 一个平滑曲线 平滑曲线 很稳定 越来越多 但是不是陡峭的 很稳定 第二组是一个陡峭的 上 开始比如说是10 那中间可能一下到了18 跳的 但是第三组告诉你说 没有reward的时候了 回复正常了 马上就跌下了 跌到了 几乎跌到了 没有 就比原来自发还要差 比原来自发还要差 这个实验 其实后来又有很多学者 又参考这个实验 又做了很多 改变一些变量 或者变量控制更严格 比如说对于小孩的 有个学者就专门 对于小孩做了实验 把两拨喜欢画画的小孩 放到一起 然后有学者去观察它 也是 同样一拨小孩 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给这个小孩说 如果你能够画 如果你去画这个东西 给你一个小红旗 还不是钱 小孩不是钱 但是也是同样道理 给奖励的永远是高一下 就突然高一下 等到第三次再做的时候 大幅减弱 大幅减弱 就比一直没有外带动力刺激的 这个组别 他的表现要更弱一些 没错 而且这个实验最有意思的一点是 他做了一个 就是那个DC 就是做实验的这位学者 倡导实验的学者 他做了一个三个实验 这三个实验里 其中另一个是和这症相反的 他这个 就是刚才不是说 有一组在第二阶段给了钱吗 他做了一个 一对实验 这一对呢 是在第二个阶段 没有给任何的物质奖励 但是给老师给予了口头表扬 鼓励 encourage 对 就是说你说的太好了 你做的太好了 但是还不给你 对 光打嘴炮 但是这一组呈现出了一个急剧上升 而且第三次的时候 他的原动力没有回到 并且一笔第一次要强 这个实验有意思 有意思在这 这个有点 行啊 有点意思 人是这样的 都是我 这个其实 这个理论应该说 为什么说我们应该多看心理学 就这个理论 其实是已经被无数次的验证过了 就这事我们基本上可以 不用去否决它了 所以它反过来应用到游戏里 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你在做游戏的时候 很多游戏之所人 我见过 就是他没有去先考虑 我这游戏为什么吸引玩家 而是先考虑 这你要留住他 对吧 你给他 奖励玩家 对 你给他 你给他留个精力 你给他升一级 是 数值上的明确奖励 就是很功利性的 很功利的 外带刺激 是的 这种呢 实际上按这个理论来说 应该是会削弱玩家的 玩你这游戏的核心动力的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 套娃的概念 就是说游戏这个东西 某种程度上 理论上来讲 它完全属于内在动力 因为游戏 什么都没给过你 是 就是游戏整体 应该都属于内在动力 但是因为内在动力 和外在动力 是个相对的 当你沉浸在游戏的 这个世界的时候 它就有这个内外 对 在游戏世界里 又分了内在动力 和外在动力 我 这个我明白这意思 因为我印象中 有游戏制作者给我 清土我自己的 困惑 就是他把所有的正反馈 都使 因为我们路径 我很喜欢用这词 他就觉得很困惑 就是他 他发现数值上的 就是您刚才说的 数值上的正反馈 也是正反馈 他觉得 我给了 给正反馈了 为什么效果 没有这么好 就没有某某某某游戏 那个游戏 没给数值 他就是哄了哄玩家而已 为了玩家更吃那个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答案 但是听完这个实验之后 突然就 我觉得是 对 所以其实 就核心问题 就是你不走心 所以就是回到 游戏制作者 所有游戏人 应该第一个讨论 讨论就是你核心玩法 那核心玩法 再往刚才咱们的理论上解释 就是说 你抛给玩家 是怎样的一个 有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 你是要难他 对吧 你是矛盾 你一定要难住他 但是这个难道 必须要非常有趣 是 比方刚才我说到 内外在动力 其实因为有了理论验证之后 其实大量的被应用 在教育领域 已经被应用 尤其是儿童教育领域 所以在儿童教育领域 他们不鼓励说 给孩子 所谓物质 或者是接近物质上的奖励 就比如说你小红花 可以理解为小孩子的 一个信用货币 它其实也有点贴 我小时候是小红花上墙 贴巨高 类似于这种 都有点说外在动力 会抵消内在动力的可能性 所以它的核心点 都是要找到孩子的 原初动力 内在动力 就是你喜欢什么 这个事其实是要花时间找的 就是近乎本能的东西 但是要发现它 是 你要发现它 其实 就好像您最开始说的 就是一个小孩 看着有个小孩 从头放手跑 他也跟着跑 没错 没错 你发现孩子爱追 那你就接着上它追 追追 它也许就成了一个运动员 或者怎么着 就是你要帮助它 辅助它 去找到内在动力 这个时候你鼓励它 不给任何的 不给任何的这种打击 但是你鼓励它 要鼓励它 对 因为鼓励它证明了 鼓励它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有时候在想 这个游戏里 是不是 我突然就是这个小孩 有可能来个妹子 鼓励你一下 你知道吗 因为我想的是 这个是一个 我要说一个 相对危险的话题 包括就是说 在机盒游戏明显 比如说什么手游 算不算游戏 或者是比如说 手机游戏的玩家 也玩得很疯 然后包括有些制作者 想要 就是游戏制作者 想要在自己游戏里 复现这种粘性 我现在这样一想 很有可能是 那些成功的 无论是手游 还是服务型游戏 它的那种粘性 实际上是 也许那些制作者 没有您刚才讲的方法论 但是他 无心插流的 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可能是他的外部刺激 并没有生效 但是他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美术 比如说剧情 比如说人设 比如说社区关系等等 其实实现了一个 他吸引的 和他吸引 这个玩家群体的 内在动力 正好合上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游戏 火的惊人 然后感觉 就算比如说 游戏玩法 我们看来不合理 但是还有玩家 以一种惊人的 粘性在玩的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是他 他不是故意的 构建了 这个内在曲动力 但是他正好找到了 真的是有可能 或者说是一些 我们看到一些高人气的 就是玩家 以异乎寻常的热情 希望参与到 这个游戏之中 比如说同人 二创 对 类似于这些 其实都是一个 内在动力的反应 我真正的喜欢这个东西 从我的内在动力出发 我希望能够 铲出这个游戏里边 的一部分内容 是 这个事说起来 就非常复杂了 但是如果说 你希望通过上一个游戏的经验 机械的把它复现 这个事就变得很难 尤其是 就是说换皮这种游戏 对 为什么说难 就是有的时候 它是需要配合上 它内在动力的想象力 是 你不能机械的认为 游戏玩法结构 就是它内在动力的出发 是 我们只把机械性的东西 剥离出来 你认为 产生这种高粘性 和很好的结果 就是因为它的一个机制 那就不对了 没错 因为这个里 可以稍微说回来一点 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 那个Chris Crawford 说的subset of the reality 为什么说和吹歌的理论 有点相通呢 这个里边就提出了 有一点是我个人 也是我个人观点 就是游戏的核心的系统 核心的体制 到底是你从世界取来的 还是你自己设计出来的 就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因为这个Chris Crawford 他说subset of the reality 就是所有的系统 其实你都是从世界抽象来的 你先觉得这个世界里 有一件东西很有趣 然后你抽象成玩法设计 没错 没错 就是其实理论应该是 这是我比较认同的一种 就是你应该是在世界里找 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一开放的 这个确实是不同人看法不一样 有可能你就认为 你是创造的也没问题 是 但是这个我的认为就是说 你是制作人是可以组合 对 就是你可以拿所有材料拼凑 它看起来也基本上也是一个 大家都没有太玩过的 所有的这些内容 基本上是你从世界拿过来 拼凑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你 基于你对世界的感知 不是创造者 是搬运工 搬运工 拼凑者 但是这个拼凑的过程 其实是另外一种方向的创造 就是 对也可以理解 应该是这么解释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它这个subside reality的时候 它牵扯到一个 如果你是从现实机制来 现实机制的感知不是单维度的 不是单维度的一个系统 它牵扯到你看到这个事 牵扯到你听到这个事 所以换皮有时候不成立 是 是因为你觉得那系统OK了 但是你给它换了个其他题材 它们俩配在一起 就完全不搭 就没有到 撬动人类内在动力的 原来的subside 确实 是的 是的 是这样 没错 所以就是这个可能 这有点个人化 这有点个人化 就是也不是说 我们可以讨论 对 也不是说没有 不可能有创新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这确实存疑 对存疑 这是存疑的 是 但就总体来讲 其实它可以解释很多 我们对于就是同一类型 但不同题材的游戏之间的感知 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这样一个疑问 可以这么说 其实最后 就是想把Hardfine这个理论 和刚才也聊到一些了 就是因为它是游戏本身 我是比较认同 就游戏本身是世界的一个子集 所以它在游戏的体系里 包含了很多因素 那么玩家怎么去把Hardfine 把系统向的抽象出来 怎么去把刚才咱们说的Easy Fun 等等这些抽象出来 这个可能是分类里边经常用到的 它可能是对于系统的一个分类 或者对于题材一个分类 但是这种分类 我的感觉 就是分类它早期产生这种分类的原因 是为了便于我们沟通 就是我告诉你 这是这个游戏 其实它还是概念封装的 是概念封装 它对创作者的帮助 至少是没从这个角度出发 所以如果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 就是设计师的角度 游戏设计师的角度 我每年都让学生做一个实验 就是把你所有 我给学生列一大堆游戏 然后所有学生 把这个游戏按照两个坐标 XY两个坐标去分类 一个坐标是挑战的难度 就是你这个游戏里 你觉得既能挑战难度 另一个坐标 是你在这个游戏里 感受到的信息传达的高度 就是你就从这两个维度 去分一个游戏 你会发现 杰霸 或者是FTG 对这种 它就都排在了挑战类 这一树粒很高 然后什么底次绿变人 或者是山 刺客信条 等等就排到了右边这一类 适合机盒做内容的 都排在进行传达这一类 我们也发现了 它最后会成为一个L型 是的 就是基本大家都延续着 然后中间会不会有呢 中间有 有 但凡在中间的都是神座 基本都是神座 能控制住这种平衡感 没错 就是我们学生贴在中间 都是什么呀 塞尔达 然后魔术世界 然后还有 最有意思的是 我们有一届学生 把围棋贴到了最右上角 围棋按道理来说 它应该是挑战的机制 对 高度归纳博弈过程的 它应该是挑战机制 我觉得没问题 没毛病 但是也可以 也可以传达信息 所以他有一个学生 把围棋贴到了我们的黑板之外 对 他认为 那他妈太高了 他因为围棋传达的信息 是高度抽象的 是的 因为围棋本身 这个东西是最神奇的起立游戏 可以说 它的分类 或者说是博弈的过程 规则极其简单 极其简单 极度简单 但是从极度简单里边 就通过特别抽象化规则 具象化出无限种可能 而且棋手读 读棋谱确实读的是一个信息 读的是读信息 没错 他其实是一个 他考验棋手 因为同样的棋谱 同样的棋谱 不同的人读出来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 咱和那九段的 你玩的更不适一游戏 你学生这个分类 我觉得你学生这个分类 有点厉害 没错 应该是 其实这个里边就可以回溯到 刚才咱们说的 说一点 因为时间观想 就是游戏记着学习 为什么把围棋放在最右边 其实围棋是教会了 它一系列的技能 以及它的不足的 你能玩游戏 围棋这个游戏 它确实是交给玩家 一系列的内容 所以他认为这是获取了 是 所以这个 确实是一种信息获取 太神奇了 那么其实 其实我觉得张老师讲 这个也可以解释 我们的就各种痴迷 痴迷 或者说是对于一个事情 即使没有外在的 就是物质的反馈 你也能够就持续不断的 坚持下去 没错 对 就比如说骑吃 武吃 类似于这种 我们老说的 或者说我们今天沉迷游戏 为什么沉迷游戏 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应该 沉迷在孩儿的犯这一部分 孩儿犯 我认识是孩儿犯 对就其他依在犯 皮股犯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游戏之外的东西 能够给我们提供 没错 对 但是如果我说我们想追求 极致的孩儿的犯的话 只有在游戏之中 能够发掘到他的乐趣 没错 现实社会也有极致孩儿犯 但是这个现实社会的 那成本太高了 有可能是很严重的成功 玩不起 所以说玩游戏 相对来讲 还是成本较低的 追求孩儿的犯的 这样一个过程 没错 但是人类本身作为一个 就是智慧生物 可以说 就是作为一个智慧生物 它本身对于追求孩儿的犯 有一个天然的需求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我想最后补充一个事 您说 您说 就是我一下 因为刚才老白说完 这让我想到了 想到那个电影 就是徒手攀岩 Solo 对 徒手攀岩 其实这个人 我认为他就是把世界 当成游戏了 是的 他其实在攀岩的过程中 他就是在追求自己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hard fan 所有的 在现实中的hard fan 但是就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代价很高 代价很高 代价很高 如果因为一旦 如果说挑战失败的话 就你只有一次机会 它是不允许犯错的 不允许犯错的 其实没有容错率 没有容错率 那个完全 那肯定不是游戏 对 这个说清楚 那肯定 游戏人生不是游戏 确实如此 确实是对 感觉这期录完之后 很有感触 超脱了 我自己之前有一个疑问 也是我跟很多人交流 跟玩家也好 跟游戏开发者交流的时候 有一个共同的疑问 就是游戏开发 真的需要方法论 真的需要理论 其实很多人认为 不是很需要 或者说目前觉得还不需要 但是其实你看 我们录了这期节目 虽然我和老白 其实我们不是做这个 草台 对 我们就是听张老师的分享 是我们有一些 灵光一线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有一个成型的理论 确实有助于我们去 对于制作者来说 理解游戏是怎么做的 对于我们玩家来说 理解游戏为什么好玩 是 一定 有很大帮助 其实有很大帮助 或者说是我们经常说 就我们自己也不是专业 也不是业内 但是就我们可能玩游戏多一点 或者说对于游戏的认知多一点 很多时候可能会形成 张老师之前提到的 就是关于经验 和这种认知感觉的一个封装 我们看到一个游戏的时候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判断 它是什么样了 它的乐趣在哪里 它好不好玩 没错 今天这个节目就做完之后 其实张老师提到理论和方法论 有很多东西能够和我们之前形成的经验积累 能对上 有一个对应 有一个足够的对应 这个东西就 那才好 就非常豁然开朗 对 希望这才能产生这样的感觉 您一定得多来 非常非常感谢 真心话 真心话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得坚持做 而且感谢张老师跟我们分享 而且在节目最后 我们还是要提到一个 可能之前我们很多知识类电台 都会说的一个事情 就是终究我们是一个电台 终究我们是聊天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期节目能让各位听众产生对游戏理论 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Hardfun核心概念的兴趣 但是如果您真的对这个很感兴趣的话 这个机核电台是不能没有学习和教育的功能 还是希望各位以此为契机去深耕或者自己去了解 我觉得张老师如果有可能的话就给予我们一个简单的书单 一个列表或者健行或者类似 我们可以呈现在这个实验者 我们呈现在这个就是电台的文章页面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参阅 这个电台本身的话 它可能会是一个关于游戏理论兴趣的引子 也希望更多对于游戏理论 或者说是对游戏机制深度挖掘的朋友 能够对它产生更深切的关注 好 没问题 感谢张老师 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i know my girl, keep up with me